Yu! What's up, guys? 你們好嗎? 歡迎來到加拿大留學日常 我是ID 我是龍哥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重大消息要公布 我們決定要挑戰全職的Youtuber 我們從禮拜一也就是明天開始要天天發片 現在12月15號禮拜天 還看不到 What's that matter? 16號開始天天發片 沒錯 我們會在溫哥華時間每天晚上10點 也就是台灣時間的下午2點 都會更新一支新的影片 那主題主要會有 文化、美食、旅遊 主要是這三個 然後因為這次剛好就是 跟龍哥第一次在這邊一起過聖誕節 所以我們會有大概兩三支的聖誕節影片 跨年就希望這個假期跟大家一起過 從明天開始 每天我們都會陪伴大家 所以有空沒空的都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企劃我們也討論很久 對啊我們一直在找一個好的時機點 然後開始這個企劃 那剛好就是目前 今年結束就剩16年 我們就是想看看我們能堅持多久 但是至少我們要堅持到今年 然後反正2019年 我們就是Push yourself 這樣能夠達到什麼目標吧 因為我們是天天發片 有時候可能會也想不到什麼點 所以我們也在這邊開放 有什麼任何想法在下面跟我們講 我們會挑一些我們覺得還不錯的 然後可能就是某一天 當天就把它拍完就PO上去 所以2019年還在看我們的觀眾們 好不好 跟我們一起見證我們成為全之一 成長 你覺得這個挑戰會遇到什麼困難嗎 我覺得就是應該是沒有辦法走直發片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就是真的是天天要 這樣還想到就很累了 那我們現在也會開啟一個新的單元 就是愛吃愛玩寶 因為在網路上都會有很多什麼 吳哥華必去必玩嗎 我們就會實地去看一下 然後我們會評分 那評分機制我們主要會以三個點來評分 第一個就是CP值 第二個就是回收率 對 也就是二刷 就是會不會再去 對 那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就是我們多加一個經驗值 就是你進去一種感覺 哇 Instagram那種 就是那種emotional那種感覺 OK 我們以這三個評分 然後我們會有分三個等級 一星二星三星 那我們每一個值百分都是一分 所以是0到一分之間 然後我們的一星就是 加總是0.7到1.4就是一星 那二星就是1.4到2.1 那超過2.1就是三星 你們就一定得去試試看啦 沒錯沒錯 就是我們加拿大留學日常 推薦給各位的三星評價 三星評價可以龍登神龍榜 好 OK Well就是這會是在我們的美食跟旅遊 新的單元 我們一週大概會有兩三隻這種的 然後也會穿插一些 攝影師的私藏景點 根據他在十年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以及他的口袋名單 我們目前去的每一家都很棒 但是還有很多沒有體驗 我們就想要帶著大家一起去看 2019年最後的這幾天好不好 一定要持續關注加拿大留學日常 對 那我們就 我們也不用說下個影片再見 那我們就明天見啦 Peach out 有訂閱 小鈴鐺 掰掰 喔對了 還有一點要補充 我們的後製胖胖 現在也開了一個自己的頻道 沒錯 叫做來約會吧 是一個有關於聯誼交友 比較主題 對所以如果有興趣的 你記得去訂閱他喔